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变越好看 邻居们都夸这孩子是天生的美人披子 夫妻两个听了 心里像吃了蜜一样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女儿柳如希刚刚八个月 妻子周春草却突发疾病 丢下丈夫和女儿走了 妻子去世 柳继星家的天就塌了一半 又要忙生意 又要照顾八个月的女儿 柳继星终于体验到 妻子有多么重要了 就想赶紧再娶一个妻子 邻居说 她一个远房表姐 有个女儿叫杨春兰 人长得如花似玉 刚出嫁没几个月 丈夫便抱病身亡 还没有孩子 我给你们撮合一下 也许是天意吧 邻居只是一说 事就成了 柳继星与杨春兰很快就拜堂成亲 杨春兰不仅人样长得好 对柳如希也不错 更重要的是 有了她在家带孩子做家务 柳继星就能把全部精力 用来经营豆腐店的生意了 一年后 杨春兰也生下一个女儿 取名柳如兰 岁月如梭 一转眼 十几年过去了 柳如希已经十六岁了 柳如兰也十五岁了 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 本来就生得俊俏可人的姐妹俩 如今初落得更加婀娜妩媚 一个堪比陈于洛艳 一个圣似碧月修花 被街坊邻居称作柳家的两朵金花 然而 一母生九子 九子各不同 更别说柳如希和柳如兰 属于同父一母姐妹了 姐妹俩虽然都生得如花似玉 但性格却截然不同 姐姐柳如希生性老师 勤劳善良 羞涩内性 不善言辞 而妹妹柳如兰则精明然润 能说会道 颇有心计 却说柳季星因为把精力都用在了生意上 柳季豆腐店生意越来越好 她想扩大店面 正好与她家豆腐店相邻的杂货铺 关门转让 柳季星就把杂货铺盘下来做了豆腐店 扩大了柳季豆腐店的店面 而柳如希和妹妹柳如兰 便在自家豆腐店里帮忙卖豆腐 由于姐妹俩貌美如仙 被称作豆腐西施 也许是姐妹俩买豆腐的原因吧 来柳季豆腐店买豆腐的人也越来越多 很多人借口买豆腐实则是来一睹姐妹俩美貌的 当有钱人和英俊潇洒的男人来买豆腐时 妹妹柳如兰立马活跃起来 对柳如希说 姐姐你歇一会儿 我来应付 而当老人孩子和普通人来买豆腐时 柳如兰又对柳如希说 姐姐我有点累 你去应付他们吧 这天豆腐店里来了一位 十七八岁英俊潇洒的公子 穿着讲究 气度不凡 一看就是豪门公子 那帅气的相貌和不凡的气质 让柳如兰一下子喜欢上了 他说他叫李子墨 来买点豆腐 此时柳如兰正坐在那里休息 看到英俊潇洒的李子墨 立即站起来说 姐姐你忙了一会儿了 坐下歇歇 我来应付吧 说着便走到柜台前 柳如希面对公子热辣辣的目光 脸色羞红 正不知该如何应付 却听妹妹柳如兰让她休息 便立即转身到后面 坐下来休息 柳如兰对李子墨说 公子是要买豆腐吗 要多少 我来给你亲 李子墨说 我想让刚才那个小姐姐给我亲 柳如兰尴尬得有些脸红 但她还是说 她累了 想歇一会 还是我来给你亲吧 保障只多不少 李子墨说 那你生意赔了怎么办 我还是明天再来买吧 说完就走了 柳如兰觉得奇怪 瞅了姐姐柳如希一眼 心里想 难道姐姐认识这位李子墨 或者说他们已经好上了 李子墨走后 柳如兰就问柳如希 姐姐刚才来的那个李子墨公子 你可认识 柳如希说 不认识啊 怎么了 柳如兰就觉得姐姐说谎 就说 不认识她怎么非要你给她切豆腐 你们是不是已经好上了 柳如希说 哪儿的话 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柳如兰 你今天是怎么了 是不是看上刚才那个李子墨了 柳如兰说 没有 没有 我也是随便问问 第二天 柳如兰对柳如希说 姐姐 今天你休息一天 我去卖豆腐 明天我有事你再换我 柳如希说 好吧 柳如兰一早起来 便在梳妆台前开始打扮 好像要出价似的 柳如希说 柳兰 你不是今天要去卖豆腐吗 柳如兰说 卖豆腐也不能邋邋遢 要给顾客留个好印象吗 柳如希说 这倒是 还是妹妹想的周到 柳如兰来到豆腐店 等待着昨天那个李子墨来买豆腐 不大一会儿 李子墨还真的来了 见柳如兰一个在店里 便问昨天那个姐姐怎么还没来 柳如兰问 你认识她 李子墨说 不认识 不认识 柳如兰说 那就别等了 她犯病了 不能来了 大夫说 她是吃不好了 李子墨说 什么病如此严重 柳如兰说 我也不知道 公子不是要买豆腐吗 要多少 我给你切 李子墨说 不着急 过几天再来买吧 说完 说完就急急匆匆走了 柳如兰心想 这个李子墨肯定和姐姐好上了 不然为什么一定要姐姐给她切豆腐 而且如此关心姐姐呢 柳如兰究竟有什么好呢 柳如兰越想心里越烦 不行 看她的样子 应该是去我家里看姐姐去了 如果她真的去了我家里见姐姐没病 岂不是证明我说谎吗 一旦她知道我是个说谎的人就完了 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于是 她对另一个做豆腐的伙计说 她回家有点急事 有人来买豆腐 你先应付一下 说完就急匆匆回去了 急急匆匆回到家 并没有看见李子墨在家里 就问柳如兰 姐姐 昨天去豆腐店那个李子墨来咋家没有 柳如兰说 没有啊 你怎么回来了 店里没人怎么行 有人去买豆腐怎么办 柳如兰得知李子墨没来家里就放心了 就说 我回来取个东西 马上就走 可让柳如兰不知道的是 她回家没看见李子墨 是因为李子墨去买礼品去了 柳如兰前脚走 李子墨后脚就来到柳家 当他看到柳如兰并没有病时 心里就很高兴 也早把柳如兰的话忘了 而李子墨回到家 就对父母说 他要娶柳家的大女儿柳如兰 父母说 好啊 过几天给你去提亲 这一天 柳如兰和柳如兰正要去豆腐店照顾生意 父亲柳继兴说 等会有没人来提亲 你俩今天就别去豆腐店了 过了一会儿 一个媒婆兴冲冲走进来说 春兰啊 大喜事 大喜事啊 我来给你家姑娘提亲来了 你知道提亲的公子是谁吗 平阳府的首富里远外 知道什么是首富吗 就是银子最多的人家 他们家公子说 看上你们家姑娘了 柳如兰问 这位李公子难道来过我们家 我们家有我和姐姐两个女儿 李公子到底看上谁了 没人说 李公子说 他在你们家豆腐店见过你们俩 他说是看上二小姐如兰了 在豆腐店见过 那一定是他了 他就是李子墨 平阳府首富的公子 柳如兰想 可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如果是他 为什么对姐姐柳如兴那么关心呢 而且还不让我给他切豆腐 让我很是难堪 难道他是看上我了 不好意思而让姐姐给他切吗 一定是 你看他现在不是明明白白 说是看上我了吗 想到此 柳如兰又问梅人 真的是李公子说的吗 梅人说 这还有假吗 平阳府首富公子的亲事 我敢胡说八道吗 柳如兰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对梅人说 那就太好了 梅人说 春兰啊 你家掌柜回来胆紧商量一下 如果没问题 三天后定亲 春兰说 肯定没问题 人家是首富 我们只是普通人家 是我们高攀了 我家二姑娘也很愿意 还有什么问题呢 你就去回话吧 说着往梅人手里塞了二百文铜钱 梅人说 春兰你放心吧 都包在我身上了 说着将铜钱揣进怀里走了 三天后 两家举行了定亲仪式 柳如兰清清楚楚地看见 与他定亲的李公子 的确是去豆腐店买豆腐的那位 英俊潇洒的李子墨 两家决定 十天后拜堂成亲 看着眼前帅气的李子墨 想着他家里的旺贯家财 又想着嫁进李府吃香喝辣 出门吧台大叫 在家丫鬟左右伺候着 柳如兰美得差点笑出声 然而 距离拜堂成亲还有三天的时候 柳家门外来了一位和尚 说是淘碗水喝 柳如兰有点不耐烦 柳如兮便给和尚咬了一碗水 端给和尚 和尚喝完水 对柳如兰说 姑娘 我看你印堂发黑 近期必有祸事发生 柳如兰说 喝完水还不走 胡言乱语什么 和尚说 我是莲花寺的圆镜方丈 有关你的终身大事 你也不想知道吗 想要知道 就随我来 不想知道 我便走了 说完就出了门 柳如兰一听 与他终身大事有关 便急急跟了出来 说大师别走 我想知道 和尚说 此乃密事 不能让外人知晓 柳如兰说 大师随我来 说着将圆镜带入自己的房间 并将门从里面关了 过了好大一会儿 柳如兰才把门打开 方丈从里面出来 扬长而去 柳如兮却看见柳如兰脸色惨白 就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方丈给你说了什么 柳如兰说 没什么 他就让我明天去莲花寺 尽香许愿 保佑我成亲顺顺利利 柳如兮不太相信 去莲花寺尽香许愿 难道很难吗 也不是什么秘密 为啥非要关起门密谈呢 但他见柳如兰心神不定 也就没问 第二天 柳如兰一个人去了莲花寺 母亲说 让你姐和你一起去 路上事隔半 柳如兮也对柳如兰说 我陪你去吧 柳如兰说 不用了 大白天的 我一个人就行了 于是 柳如兰一个人去了莲花寺 来到莲花寺 找到那个圆镜方丈 圆镜方丈将他带进一个暗室 一个时辰后 柳如兰从暗室里出来 脸色苍白 静止回家去了 拜堂成亲的日子终于到了 迎亲的花叫就要来了 而柳如兰却突然倒在床上 昏迷不醒 柳继星赶紧找来大夫 大夫好玩卖摇摇头说 真看不出什么问题 只怕一时三刻醒不过来 即便醒来 也无法拜堂成亲 这可怎么办 柳继星急得团团转 李家可是平阳府首富 儿子能看上咱这样普通人家的姑娘 真的是祖坟冒清烟了 可到结果眼上了 女儿却偏偏昏迷不醒 李家接亲的人马上就到了 这如何是好 妻子杨春兰悄悄地对丈夫说 不行就让他姐姐 如希带如兰出嫁吧 等拜完堂入了洞房 再给亲家说明情况 等如兰醒过来再换过来 不然 误了大事我们哪担待得起啊 柳继星说 只能这样了 你赶快去给如希说一下 让他赶紧化妆 柳如希没说什么 妹妹突然出了这种事 替他出嫁也没什么 他只是担心李家公子不知情 一旦入了洞房 又喝得大醉 认不清人 要和他圆房怎么办 可迎亲的队伍马上就要来了 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了 柳如希正想着 便听见外面响起了鞭炮声 于是 随着接亲队伍的鞭炮声 一顶花轿将柳如希抬到了李府 接下来便是拜堂成亲 拜完堂 柳如希被新郎牵着入了洞房 然而 新郎却迟迟不接新娘的盖头 柳如希觉得奇怪 难道新郎知道妹妹出了事 知道我是冒名顶替的 可也不能这么一直 不先盖头做到天亮吧 我得跟他解释一下 不能让他对妹妹有什么误解 更不能让他一时冲动做了傻事 于是 他自己掀了盖头 不料新郎一看是他 满脸吃惊地说 怎么是你 柳如希红着脸说 我还以为你知道是我 才不先我的盖头呢 于是 他跟新郎说了妹妹 突然昏迷不醒的事 新郎说 这个我不知道 一点也不知道啊 柳如希说 那你为什么不先我的盖头呢 新郎说 因为我也是顶替哥哥拜堂成亲的 之前和你妹妹定亲 也是顶替哥哥的 柳如希说 怎么 你还有个哥哥 那你哥哥怎么了 让你替他拜堂 新郎说 我叫李子墨 还有个哥哥叫李子星 哥哥有病很多年了 一直卧床不起 看了很多大夫 但一直看不好 晴晰日子 莲花寺来了一个和尚 对父亲说 你儿子身上阴气太重 冲一下喜可能就好了 于是 没人就找到你们家 而你妹妹并不知道 是我哥哥成亲重喜 所以就非常愿意 但定亲的时候 父亲担心你妹妹知道 自己是嫁给一个 卧床不起的男人会反悔 便逼着我 我替哥哥定亲 然而 就在昨天晚上 没等到成亲重喜 我哥哥突然就走了 我们全家都很悲痛 但我们家是平阳府的首富 解情帖已经发出去了 大家都知道 今天我们家要办喜事 为了李家的声誉 父亲就逼着我娶你妹妹 但我喜欢的是你啊 不喜欢你妹妹那种人 所以我就死活不答应 父母便以死相逼 没办法 我只好答应了 刚才 我还以为新娘是你妹妹 所以就不愿意先盖头 想不到你妹妹 恰好也有病让你代替她出嫁 真是天意啊 如希 你愿意嫁给我吗 柳如希真的想不到会是这样 她当然愿意嫁给子墨 于是就羞涩地说 我愿意 于是 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第二日 李子墨对父母说了柳家的事 并说他喜欢柳如希 已经和他远了访 子墨父母得知新娘 是柳家的大女儿柳如希 而且也正是儿子子墨喜欢的姑娘 于是也很是满意 却说柳如兰昏迷后 柳继星很是着急 连夜找大夫来家里给女儿好卖 但大夫好晚卖说 踏实不行了 你们另请高明吧 柳继星悲痛不已 而妻子杨春兰说 快去莲花寺请圆镜方丈 柳继星便立马去了莲花寺 圆镜方丈来了后 给柳如兰服下一颗药丸 过了一会儿 柳如兰醒了 方丈说 你只是暂时保住了性命 过两天必须去莲花寺接着治疗 不然 命不可保 说完就走了 柳如兰虽然醒了 但面色苍白 晚脸愁容 母亲杨春兰说 如兰 没事 再去莲花寺治疗几次就好了 不久 柳如兰就听到一个 让她后悔到想死的消息 李府的大公子李子兴 在拜堂成亲前就去世了 自己心仪的李子墨 与代替她出嫁的姐姐拜堂成亲后 圆了房成为真正的父亲 她突然想去死 又恨得咬牙切齿 在床上不吃不喝躺了三天 柳如兰美美地吃了一顿饭 对父母说 她要去莲花寺找方丈治病 母亲要陪她去 柳如兰说 不用 我一个人去就是 母亲说 如兰 你一个去我不放心 还是我陪你去吧 柳如兰说 不用 我一个人去 说完就去了莲花寺 柳如兰前脚刚走 柳如兴和李子墨就来了 今天是新媳妇回门的日子 她便和子墨一起回娘家来了 柳如兰听说 妹妹柳如兰一个人去了莲花寺 觉得不对劲 便对子墨说了句悄悄话 又对父母说 妹妹有危险 我们快去莲花寺 于是 柳如兰和父母三个人迅速往莲花寺赶去 来到莲花寺 没看见柳如兰 也没看见方丈 柳如兮问其他和尚 方丈在哪里 有没有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子来寺里 和尚说 好像来了一个年轻女子 但不知道去了哪里 三个人便在寺里到处寻找 后来 一个小和尚悄悄告诉柳如兮 他看见方丈 带着一个年轻女子进了暗室 并给他们说了暗室的位置 于是 三个人便来到暗室 却听见里面有人说话 你这个畜生 玷污了我的身子 可到头来我什么也没得到 你害了我一辈子 我要杀了你 是柳如兰的声音 哈哈哈哈 你这个小妮子 这能怨我吗 我当时给你透露消息 并让你再澄清前一天昏迷过去 就是不想让你嫁给一个将要死去的人 是为你好了 我得到你的身子 也是你愿意的啊 我们也是公平交易吧 来吧 你要是不从我 你体内的毒一辈子也清除不了 你 你 你竟然给我下毒 卑鄙无耻 我要杀了你 哈哈哈哈 我卑鄙 小妮子 你也不高尚吧 李子墨明明喜欢你姐姐柳如兮 你为了得到李子墨 用尽心机 千方百计阻止李子墨接见你姐姐 又让我想办法让你在澄清前昏迷 让你姐姐嫁给废人李子墨 然后你再嫁给李子墨 你不也很卑鄙吗 小妮子 要想彻底清除你体内的毒 就从了我吧 柳继星没听完就气得要吐血 一脚将门踢开 三个人冲进暗室 柳继星大喊一声 顺手拿起一个凳子 往方丈身上砸去 方丈右手一挡 凳子落在地上 方丈恼羞成怒道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 说着挥拳向柳继星身上打来 这时突然冲进来几个捕快 将方丈抓住 捆了起来 压到府衙 原来柳如兮已经预感到 那个方丈不是好人 妹妹柳如兰会发生危险 便让子墨到府衙曝关 并带着捕快赶到莲花寺 经过水讯 方丈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原来 袁静是个十分贪隐的方丈 经常利用给人治病做法的机会 奸淫女子 前些日子被李府请去给儿子李子星 做法治病 得知柳家二姑娘柳如兰 想嫁给李府李子墨 但并不知道嫁得确实废人李子星 欲霸占柳如兰 便心生歹记 来到柳家给柳如兰透露了消息 答应帮柳如兰 又以此要挟占有了她 而且在她体内下毒欲长期霸占 最终 袁静被判处二十年牢狱 而这一切 除了不知道女儿被袁静占有外 其他杨春兰都知道 如今 女儿被害成这样 杨春兰肠子都毁清了 柳如兰更是痛苦不堪 无脸见人 出家当了尼姑 而柳如兮与李子墨成亲后 二人恩爱有加 如胶似青 和和美美 幸福美满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